平常都是給大家看閃燈前後對照圖 今天給大家看看修圖前後對照圖 圓圖會這麼暗 是因為新郎在現場準備高歌一曲 我與主持人討論過後 認為把現場的燈光調暗 改選讓大家用手機當補光 會是不錯的氣氛 為了維持住現場的氣氛 我只用了極少的補光 可以看到照片在後置拉亮曝光之後 照片還是有很多可以調整的地方 這些細節大安老師就透過遮罩來處理 這裡總共使用了12個遮罩 每個遮罩都有它特殊的功能 我在拍攝前期注意的時候 就有想像後置大概可以怎麼樣處理 後置的精髓不在於去補救什麼 而是在於可以去補強什麼 最基本的就是階調的重新分配 接著是如何強調與突出人物的細節與輪廓 以及如何更改背景的顏色去襯托主體 在拍攝的當下 就已經將後置的階段一起考慮進來 這大概就是攝影師超強的本能之一吧 在拍攝中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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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拍攝中間